在门外就可以听到超大的马达声 一伙人寻着声音往里头走 睁大眼睛拼命找 终于发现声音的来源 竟然是一台电动果汁机在搞鬼 拔掉插头屋内瞬间恢复安静 巨大马达声惊动到附近邻居 通报警消前来查看 明明家里根本没人 电动果汁机却自动运转 就在大家一阵疑惑时 眼间的远警马上发现谁是罪魁祸首 这是地震惹的祸 一个乌龙让大家啼笑皆非 事情发生在台北市新医区 0403强震当天全台天摇地动 许多民众加装物品掉落各地 住户明明没人在家却传出声响 热性邻居就怕里头出状况 赶紧通报里长 锁匠和远警 到场协助破门 请锁匠来开 如果开了将近20分钟之后 进去才发现到是果汁机在响 那时候一跑下去 刚刚就插到那个开关 可能就是要宣导这一点 就是出门说要把插头全部拔掉 民众在使用电器设备 都应该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就离开之后一定要将电源 电器的电源做一个关闭 很多的电器设备 其实都有待机功能 那如果还是在通电状态之下 其实就会增加电线转火 电气火灾的可能性 消防呼吁800瓦以上的电器设备 像是烤箱 电磁炉 电锅 或者是吹风机 知道这些高功率电器设备 要特别注意 没有在使用的时候 记得拔掉插头 就能避免不必要的危险发生 您的新闻 连续黄柏荣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